花花怎么变成对眼了 这就要问她的好妹妹小叶子了 嘿嘿 花花本来在二楼趴着睡得舒舒服服 这个角度看花花的心形夺夺好明显 头顶上的富贵包也是乖得不行 忽然叶子妹妹的脚踩到了花花的脑袋边上 花花吓了一跳 等耳朵都竖了起来 花花还想咬妹妹的脚 没想到叶子来了个出奇不意的动作 她把尾巴放在姐姐脸上 开始给花花做标记 以前老是说妹妹的爱来得太沉重 今天干脆整个熊都压到姐姐身上了 花花挣脱不了妹妹的压制 一直在吐舌头 估计这个标记的味道还是有点猛 叶子趴了一会儿终于离开了 花花在解开重负的时候 眼睛都对起来了 不过心大的花局长过了几秒钟 就继续趴下来睡了 过了十多分钟 叶子又从另一边回来了 这次小叶子没有痘剪下来 小心跨了过去 花花今天早上一一睡到九点半 昨晚不知道去哪里玩通宵了 她翻了个身 干脆躺下来睡 胖宝宝看上去还是那么奶那么可爱 花宝鸡接下来的姿势是 趴过来抱着木头睡 这样治愈的画面感觉可以一直看下去 今天天气还是很热 九点四十 花花起来准备下班了 叶子在大宝座上 越是热的喘气 两姐妹走到门口的草丛 还想再耍一场 但很快太阳猛烈了起来 叶子起身先一步回去了 花花紧随其后 这个天气还是进去吹空调比较好 夫妇姨妹明天见